板橋就有一個願望嘛 希望我們板橋市都是慈濟人 藉由環保的定點 能夠人間菩薩大招生 電燃一盞星燈照燃著世界 看那人間鏡頭在眼前 我之前是中和區 那時候就有參與環保的工作 86年搬到社區 480戶算是大社區 那有一次在電梯裡面 那我孩子跟我講說 媽媽我告訴你我有遇見師姑 那就是這樣子的姻緣 然後我們把各棟的慈濟人找出來 那大家都有共識 因為環保是最基本的 垃圾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藉由環保的回收 鄰居大家的力量 師兄師姐就像一家人 真的很好像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到各家去拜年 那另外像志工家裡 如果有喜事 我們也都會去祝福 這非常溫馨 911的希望工程 還有新店醫院的鄉機 開幕一室 動土一室 所以就是說 有關於慈濟的一些活動 我都儘量邀約志工 一起來參與 我們持續人文非常好 師兄師姐都會情願手遇 做一些帶動 甚至我們做一些愛傻人間的專題演講 稱為感恩茶會 感恩住戶能夠支持我們環保 所以我們的重點都是在環保資源回收的宣導 那藉由這樣子的機會來跟住戶互動 師基菩薩是最頭痛的 因為我們社區的方式 就是每個禮拜二回收之後 所有的這些回收都不落地 就是直接在走 我們也沒有地方可以存放回收的東西 那平常就是我會跟車 不是女人要當男人用嗎 十一二點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那個數量特別多 當然你會覺得你很疲憊 但是時間到了時候好像又像一條龍一樣 譬如說今天可能出去外面好像小轟趕快 但是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做回收 你還是會拿起精神把這件事情完成 因為做慈祭老菩薩是蠻台詞的 他會覺得說阿媳婦人店主就好了 是怎樣死去跑跑跑 那師兄師姐啊 像劉師兄他很會去做一個潤滑劑 那像劉師姐他是聯運會的 顧女人員 那他會量血壓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我老婆怎麼來 你給他量血壓 就是說我們要鼓動去出擊 我們對家裡的人 社區的人也是相同的 你要跟人家互動 你不能擺一個高姿態 那我們在社區做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到我們做的點點滴滴 包括我們自己在這個家庭上的一個改變 以前故事也是很強的 有時候就是會不經意就錯口所出 常常都傷到別人也不知道 他就是慢慢的在修正自己 你自己就要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拿捏 我要從我自己身邊做起 我才能夠有更多的一個力量 才能夠持續的往前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障礙 我們就停止不前 而且為自己找很多的藉口 做慈激真的是沒有讓我後悔 我接到很多的好人員 也很發喜 他找到我生理的權利 所以我就是會一直堅持 我的心永不蜕變 從什麼地方 你直接就想到你們 我也會一個人 寄一個人 他想到我 我會的 我有時候會的